各位親愛的各位,我是胡子 歡迎來到今天的胡生若夢 哇!好久沒有說這句話啦 上一次這麼說大概已經是兩三個月以前啦 那到底為什麼這麼久沒有拍Vlog呢? 其實這說來話長啊 簡單來說呢就是我運氣太差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我有安排蠻多戶外活動 但是都因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所以取消了 畢竟戶外活動嘛,安排好的是一回事 老天要不要讓你去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沒關係,雖然說天有不適風雲 但是還有另外一句話叫做 也就是因為上個星期我本來要去爬的山沒有爬到 所以才有機會報名到今天要來參加的這個課程 嘿!如果是之前一直有在看我的影片的觀眾的話就會知道 我的影片的其中一個主軸就是自己動手做出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那之前有一陣子主要的創作材料是PVC水管 雖然說它的創造空間很大 但是它畢竟還是不那麼環保 因此呢,其實我一直很想要找另外一個材料來取代PVC水管 那麼以我目前能接觸到的東西來說 我覺得木材是最適合的材料啦 但是呢,雖然你們好像都覺得我的手工技能點很高 不過我自己心裡有敵 我的手做能力真的是不太行啊 雖然之前去學做木刀的時候有跟陳老師偷學了幾招 但是呢,畢竟只是蜻蜓點水,完全不夠的 上次我在幫家裡的貓做餐桌的時候 就深深地認知到了這一點 畢竟那種程度的作品要是交給專業人士的話 可能不用一個小時就完成了 結果我在那邊搞了將近五個小時 實在是超級沒效率 於是呢,當前幾天有網友向我介紹這個課程的時候 我二話不說,立刻就來參加了 OK,那麼說了這麼多,終於要進入正題啦 我們要來參加的到底是什麼課程呢? 嘿嘿! 嘿,沒錯,就是木工課程 那麼這次的課程呢 是由台中的木匠道所開設的專業入門班 一起總共十二堂課 每個星期六的早上九點到下午四點 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完整的木工知識 那雖然課程的時間有點長 不過我相信呢,上完這期的課程之後 我的木工手做技能應該可以得到全面的飛躍性提升吧 好,那我們就立刻進去看一下吧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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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胡子 老師也是胡子 老師也是胡子 我的名字叫佳兒 佳兒會自信的佳兒 可以叫阿和 阿和老師 好,OK,那今天就麻煩你 好嗎? OK,這裡 homem 阿和老師 鴨醜 好,OK,看到你 好,OK 把這一次 之大 好,OK 好,OK 比我 OK, similarly 好 好,OK 好,OK 可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啊~~OK 剛剛老師大致上講解了一下工具 然後大致上講一下接下來的課程要怎麼進行 我們現在有事情了 所以我們一邊走一邊講 剛剛老師在講的時候還順便講了一些國的那個物工的工具的知識 聽完之後真的是堪為觀止 公欲善氣勢 必先利其勢就是這樣 像那個 我們平常在用那個句子 我們一般以為句子就是句子而已 但是其實句子有分超多種 老師說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可能每個人身上都三四把句子 可能會更多 但是因為切重的 跟切橫的 還有切斜的 需要的句子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每個人身上有幾把句子 天啊 這些都是以前我從來不知道 甚至是從來沒有想過的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第一堂課 我們要先來學磨刀 我們要拿個水桶 然後把磨刀石泡起來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磨刀石 它有兩塊粗的 跟一塊細的 為什麼要兩塊粗的 這是因為磨刀石在使用 用久了之後它會耗手 就是先用A磨刀 A凹掉了之後用B把它磨平 然後換用B磨刀 然後B凹掉了之後換A來把它B磨平 然後換用A磨刀 這樣子兩塊只要交互使用 其實超多磨刀石的 這邊有刀石 好 OK 那剛才老師教完了 剛剛要怎麼磨刀 中間的磨刀石太多了 你們有興趣自己來上課 我就不重新的傳授一次了 第一個步驟咧 先把毛刀石整平 然後要確認它有沒有平的方法 就是這樣靠近 然後如果看到它有哪裡透光的話 就是代表還不平 其實我看起來 右邊這邊好像還有尖點 那磨瓶之後旁邊這邊要倒一下腳 因為這邊剛剛一直磨可能會變得有點銳 然後一畫可能會受傷 不過現在代表應該還好 所以我就直接開磨啦 變亮的那個部分是我剛剛磨到的地方喔 所以上面這邊都是還沒有磨到的地方 看來還有很多地方要磨啊 好 我來研製呢 剛剛用粗的修完之後用細的修 然後現在我覺得已經差不多滿漂亮的 好 OK 那我們終於完成一隻了 耶 那我們現在先去吃個飯 因為等一下呢 還有一隻要磨 又一個早上磨一隻刀子 好啦 那我們先去吃個飯 從基本功 然後慢慢點 但你們的時間其實都是濃縮的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不可能拉很長 拉很長 那當然就很貴 也沒有人要來寫 所以我們是把它濃縮有點減狂 然後把我數十年的功力都進去 哇 啊這種就是 記憶傳承 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台灣不是很 就大家不是很懂這一塊 然後也不是很重視 因為大家都想要便宜又快又方便 然後又要好 怎麼可能 對啊 要便宜又要好的 就是你就會得到一個超公平的東西 可是其實在台灣啊 我們的木工是全世界最強的 大家可能講到木工會覺得 日本的木工很厲害 可是其實我們去比賽 我們都是拿金牌的 但是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我們都是 木工技術是最厲害的 大家都覺得 哇 日本的木工好癢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環境 大家不會推崇這種工匠精神 大家都只想要求快修方便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第一天的課程內容啦 今天一整天就磨這兩把刀 當然除了這兩把刀之外 也是學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識 那就像我剛才說的 這是一期十二堂的一個完整的課程 那今天是第一天 接下來還有十一堂的課程 那我們就期待一下 接下來的課程 我們會學到什麼東西吧 OK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堂課 對我來說是第二堂課 因為我之前漏了一堂 其實這是第三堂課 那現在他們在做的時候 那個老師要幫我補一下課 我們要來學習 要怎麼使用報刀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我訂的那些工具 已經在那邊爆了 我來上課之前有聽說過 光是報刀 可能在木工系裡面 就已經是一堂課了 第一次調是這樣子 然後他是說還可以再細一點 而且你看這邊 這裡感覺比較粗對不對 然後這裡比較薄 所以其實這是歪一邊的 然後我剛才又調了一下 結果有調出來 這樣子 還是歪一邊的 然後這邊薄不出東西 這邊薄得超級薄這樣子 好 再來一秒 因為在細木座的領域 報刀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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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會頻繁使用到的工具 那最後老師是希望 我們可以報到這種程度 這是木頭喔 而且這張老師說是比較厚的 這邊還有一張比較薄 這是木頭喔 這不是衛生紙喔 要報到這種程度吧 好 繼續報吧 我們總之先報個一小時 那今天老師說會帶我們使用機器 然後要做一個魯班鎖 那不知道我今天做出來的魯班鎖 到底能不能鎖喔 總之先這樣子 我們先去練基本功吧 平方消息 理想上來說應該是要這樣子 就是非常非常穩固 然後 這樣應該是拔不開的 應該要用吹頭敲打敲打敲打打 我們來看看我的會到什麼強度喔 來321 妳看這邊有這麼大一個空間 超大一個空間 妳知道這個空間 我們叫做什麼嗎 這叫做進步的空間 i feel me i feel me it's what you make i feel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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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欸不對 這個是老師的 我就在這裡 非常鬆 不過我覺得以第一次做來說 我覺得算做得不錯啦 雖然說中間這邊還有很多空隙有沒有 不過就像我們上次說的喔 這個是進步空間 之後還可以再慢慢進步的 OK 那接下來每個星期六的 早上9點到下午4點呢 我都會待在這個木匠道細木工作場 跟他的老師繼續學習這個 木工的技術 那平常星期六如果你們有空的話 也可以來這邊參觀啦 找我泡茶聊天 或者是跟我一起學習做木工 那如果你們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你們木工魂忽然也被激發了的話 來 介紹一下阿赫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赫 我們這裡呢 就是細木做工坊 主要就是教大家做一些這種 筍接結構 這個結構比丁子用的還要好 像這個也是我們做的筍接結構 喔 好想要這個 這個什麼時候會上到 欸 那我們5月1號好像就有一個 其實體驗的那個工作吧 我們一天的時間呢 我會把機器規劃好 然後讓同學從拿到材料之後 然後我們就開始用機器 去鋸切 然後去磨 去上膠 然後把它整個完成 這一個 好酷 欸 這好棒 這好棒 而且這看起來超環保的 完全沒有用到任何的金屬阿 塑膠之類的 全部都是筍接結構的 超棒的 像這個班主 讓大家來體驗一下 試試看你有沒有這個興趣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來玩過一次 然後覺得欸 這做木工蠻有趣的 就可以來玩這個 比較專業的 對 那就真的進入到專業的領域 那可能你們練完之後 幾起可能可以 變成一個達人 好 那如果對這些課程有興趣的話 歡迎點到說命按連結 進到木匠道的粉絲專頁 找朋友去聊聊 好啦 那今天差不多這樣啦 不過影片還沒有結束囉 我們影片的最後要來抽獎啦 那要抽出去的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 這個 我剛剛做的這個魯攀索 我會用之前的那個雷雕機 在那邊雕上自己的名字 然後抽獎送出去 那除了我自己這個之外呢 老師剛剛上課示範的這個 登登 這個 非常完美的 你看這個 完全沒聲音 這個 但是這個有我的簽名 唯一的 世界唯一的 真的 好 那看完這支影片了之後 只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讚 並且在FB上面 公開分享這支影片 最後在底下留言區 加上Hashtag 一起去木匠道學木工吧 就有機會抽到這個 老師做這個非常漂亮的魯班索 還有這個雖然有點送送生產 但是我胡子簽名的魯班索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訂閱按讚分享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 也可以點旁邊這些小框框 那也感謝阿何老師 未來的幾個星期 也請多多指教了 可以了可以 沒問題的 好啦 那今天就這樣子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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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可以看完這支影片 影片